是可以先扑吗 因为这个圈他往北刷 但是很明显这边FM动作更快 他提前一步空到圈点内所剩无几的原体 这个时候宝儿守住的这个平台前方还有一个反斜坡 但他没有提前去战 反倒是被FM抢占的先机 YDD这个时候指挥一下宝 我们从这个方向突进 他们要偷 应该是要偷防区的后路了 这好像是YDD之前打过的一个战术 偷家了 但家里面有两个人防守 中招了 YDD直接被接车 只剩宝儿了 宝儿他的枪很准 直接打残了一个打退了一个 那这一波对于魏无羡来说 赶紧得支援到近点 帮一下小小剑 宝儿一撕血在原点对枪 这个时候小小剑创造一个打包的空间 但是宝儿这里没有机会打药 宝儿跟魏无羡单摆 翻进来 没子弹 魏无羡爬射 最后被宝儿跳枪 最后还是被魏无羡给受下 没有想到年轻的宝来到了房间 看到了魏无羡的连续两个拜佛 这是他这么长时间职业生涯 第一次可以见到在一次战争当中 拜两次佛的操作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一波决赛圈两支队伍的较量 真的可以